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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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次初賽是住新住 我發現離一個景點其實蠻近的 今天就帶大家去一個 傳說中超多招財帽的地方 他是偏西區 所以你住新宿的話其實蠻適合去那邊 就是求個財帳 今天就帶大家去 走走逛逛 我是聽說過但沒去過 哇 好的我們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豪德寺 直接出在門口呢就一個很明顯的 招財帽 我們就去看看吧 聽說有很多 就是最多招財帽的地點 這邊再往寺廟的路上呢 其實有一個商店街可以逛 古色古香的 很多 店 可以在這邊先吃一吃再去 拜拜 這邊是其實離夏北澤蠻近的 就是有一些古著啊 很簡單的小店 剛剛那邊呢有小小的電車 然後我剛剛經過的時候其實有看到 招財貓主題的車子 不過等了一班沒有很可惜 剛剛補充一點咖啡因 這邊的店呢 其實都有一點點的在 響應在那個招財貓身上 就是有很多店會特別做招財貓的產品 我剛剛走這一條 小小的商店街呢 其實這邊很可愛 這一處呢是特別的休息處 這邊有遮住啦 它是寫休息處 就是給遊客來這邊休息的 可以坐在這邊 喝茶 然後有一些導覽的小地圖這樣 這邊就是一個乘兩的地方 免費的 然後就有將地人就在這邊休息這樣 可愛可愛 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很多商店都被化掉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前幾年疫情 疫情的關係還是怎樣 很多店 全部化掉 好可愛 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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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處 我沒有什麼說是休息處 我們現在在這個點 感覺目的地要到了 在路邊的一個小小的商店買了 應該是 Lucky Cat Japanese Cake 應該就是那種雞蛋糕 不過它裡面有包東西 奶油之類的 然後你看他們的電線感就有很多貓咪 很可愛 吃一口看看 雞蛋糕 雞蛋糕 不過裡面有很濃的 奶油 嗚嗚 嗚嗚 雞蛋糕 雞蛋糕 是四處啊 剛蓋好了 大概 8380萬 補充一下因為這邊 有沒有看到其實算是墓園 然後我是走Google 推薦的小路這樣子 其實我沒有看到正門 然後這邊其實都是住宅區很幽靜 很安靜超級安靜的 沿路上就只有一些外國人 就是洋人 好像特地會走這條路 就是Google推薦的路 這邊其實蠻可愛的 有鐵路 不過他們房子就離墓園蠻近的 這是墓園 有 我剛剛照著導航來走 我們來到了地圖上是寫山門的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很多招財貓的寺廟 不過他周圍好像都是墓墓 所以他的路口很少 大概只有這邊 然後這邊算是 因為是正中午 所以有很多休息的人 幾乎都是洋人 這邊就很嚴肅 完全沒有那種觀光經典的感覺 因為這邊好像真的就是墓墓這樣 是一個幽靜的地方 還沒看到任何的招財貓 還沒 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我這邊有寫一個故事 就是傳說這個事 在二代藩主謹依直肖 跟著應手之責 住持的愛貓 他嘛 跑到寺院裡面 就免遭了雷吉的傳說 所以豪德市招財貓 就成為開運的招財寺寶 主要是求家庭安全 跟生意形容欣賞事成的 這是什麼魔鬼 這邊大概就是寫 他的生平事蹟的樣子 他就是寫 誰誰誰在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全部記錄下來 很多時間點 主要都是在講一些紀錄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三重寺 這邊的三重寺是不能進去的 很大很宏偉這樣 這個就是 我們常常有時候在遊戲裡面 會看到的那種寺廟 這種寺廟好像都是用一種 特殊的工法 只有木頭啊還是怎麼樣疊起來的 很堅固的一種建築工坊 我發現那個三重塔 有一個可愛的招財帽在上面 很可愛 很大很高一個 看到的人會招財吧 這邊有一個爐 史詩子爐 然後他們跟我們不太一樣的是 他上面不是空的 就是他上面是有蓋子 然後他下面是鬼 一個鬼扛的這個爐子 好 終於來到那個 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很多招財帽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主店 然後其實進來的時候 左邊有一個算是地藏網吧 還是不好意思我沒有什麼信仰 小小的一個拜拜的地方在進門的左邊 然後右邊呢就是洗手 就是很清涼的水的地方 然後很多許願牆 許願板子可以掛在上面 然後那邊很多人很多貓的地方 其實這邊人算蠻多的很多觀光客會特別去那邊拍照 這邊有個很有趣的點就是 大家都會藏你的招財帽在這裡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上面的很多小地方會藏小小的招財帽 然後後面都會寫字 這邊好像有一個許願還願的習俗還是怎麼樣 一個活動 不曉得 大家好像都會來這邊許願再過來還原 不過有一個比較嚴肅的地方就是 看過去其實都是墳墓 所以這邊的日本人當地人來這邊 像有一些人是來掃墓的 我這邊呢就是大家都會來這邊拍照的點 然後這邊好像都會供奉招財帽 所以這邊就是供奉處 很多這邊大概幾千隻搞不好幾彎子有 這邊有個拍照的點 然後這邊也有這樣 就是大概是這樣示範 他算是陶瓷吧 我目前還沒有看到販賣部 不過你看每一隻後面都會寫自己的名字 就是代表直接放在這邊供奉 很特別只有這一區有 但其他地方就很油盡安靜乾淨 我覺得蠻療癒的 就是很多招財貓來這邊呢 有一種被升級的感覺 大概是這種氣氛 那根貓的走道過來這邊其實有休息的地方 然後我在拆販賣部應該在這邊 這裡有一隻貓 這個應該就是販賣部的 5分還要進去嗎? 5分還要進去嗎? 2分? 2個OK 2個是OK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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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Lucky 我剛好買到最後一個 它有分size 就是你們來的時候可能要碰碰運氣 我今天算是假日 不過也沒特別多觀光客 剛好在中午的時候 現在大概一點多 快一點多買到了最後一個 算是中小型的size 這樣 它大概有五六個size 其實販賣部你反而是要繞一圈才可以看到這個 路線蠻特別的 這裡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招財貓的話 不過一個人只能買一個 真的一個人只能買一個 但是你size有很多 你可以各選一個 但是一種就只能選一個 就只能買一個 OK Lucky 就這樣販賣部 找到了 我這次是沒有買這個 我想說 懶了我直接買了一個 招財貓最後一個 就這樣 就這樣 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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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問怎麼會吧 我可以錄嗎 太小了吧 我整個毛起來 我幾個都拉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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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怪怪的 補充一下 我剛呢 遇到阿良前輩 他說這邊的招財貓就是 你有許願 然後呢 你的目的有達成了 你就要把那個願望的 或者是你的招財貓 放到這邊 有點還願的那種概念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了所有的貓 都是靈驗過的 的貓 在這邊 算是還願的 還願之禮 放著這樣 所以你看到有多麼靈驗的吧 扯蛋全部都是靈驗的 瘋掉了 好巧 遇到阿良 很扯我剛剛介紹到一半 他就坐到那邊 瘋掉了 這個呢 我剛剛聽了他的故事 他有點像是還願式 他因為 好像去看什麼演唱會 然後 反正就是天氣很不好 突然呢 就是轉好了之後 發現他的 他的那個招財貓是破的 想說是不是有什麼徵兆 過來還願一下 那我今天其實也是 算多了一天 待在新宿 然後想說特別的 跟大家介紹一個 一個 許願的招財貓的景點 這樣子 然後就 就今天的 非常的巧遇 這張 有點 毛毛的 對 毛毛的 算是有點靈驗 蠻靈驗的 就是很多巧合之下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是真的 有他神秘的 力量在 真的 感謝他呢 讓我們有這樣的緣分 看到這邊影片的人 應該會 幸福吧 OK 今天的 奇怪怪奇景點 就在這邊跟大家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可以來這邊 有一個很好的 旅行 很好的旅程 這邊有個觀光火車 這是 舊的電車的 休息站 休小的 在車站附近的一個 小小休息點 很可愛的 車站 可以當拍照點 很適合 他這個貓呢 連線的 有貓腳印跟手環 很可愛 你要來打看看 有圓的話可以打看看 對 阿良今天要跟我們講一個 都市傳說 是一個 我也喜歡 就是日本的一些神話 就是我今天先來這裡 有點算是小還願 還願完之後 我等一下的 要去就是 其實 這附近 就是澀谷 從澀谷開始 那邊有 很多的神宮 跟一個神社 然後他就是 其實他們是在保護皇居的 皇居等於是一個正中心點 然後他們變成一個五角形 把這個皇居就是守護住 這個五角形 其實是去切斷一個 日本三大願寧之一 平將門的這個願力 因為平將門 它其實有一個七星症 也是七個神社喔 凱神社 兜神社 然後整個 這樣子變成一個七星症 這是認真的嗎 是認真的 然後它這個五星就是 因為平將門其實是 不是天皇世襲的 它是平民 直接起來的 所以它是比較不一樣的 然後但是天皇為了保住他們 不能就是這樣子被他的願力就是 割害 所以他們就用了這個五星症 然後五星症的時候對不對 它又有一個叫做三手線 你知道嗎 它用三手線去切斷那個七星的那個路 喔 所以它就把它的咒力降低 然後五星保護著整個東京 所以你查東京的結界 就是這五個神社 這是其中一個 沒有好的是我來那個 OKOKOK 今天就想說去那五個全部採一下 了解 對對對 就是去採一個五星症的點 對對對 其實那個人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酷 就是你看那些神奇的東西的時候 很多地方是你看了它就只有傳說 但日本是你看了那個地方 它真的有東西 我會覺得很酷 不錯不錯 祝你成功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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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